这个高提根的云南云春 长时间没有修剪 底线已经陷入了枝条 拆除铝线剪掉不要的长枝条 待会还要重新上铝线定型 我调整了一下树桩的角度 这样看起来好像动感要更好一些 因为重心靠右 主飘枝就往左边走 这样可以把平衡拉回来一些 顶的方向也调整了顺着主飘 目的也是让观赏面更加平衡 拖枝过长 枝条也多了一点 剪掉枝条也是为了让构图更稳重 这样大概造型就出来了 就是拖枝比较平 等后期出芽需要替换掉这个枝条 云南云春野生大庄资源比较多 皮显得苍老 萌芽率非常高 修剪过以后夜小花大 而且气温零下12度以上不落叶 照常开花 希望朋友们能喜欢我们云南的云春 请你帮我点个赞 我是李向璐 我们明天再见 这是一颗上盆六年多的商采小老庄 群子 这种群子的枝条喜欢向下生长 不定牙也很多 需要经常修剪 很多时候的修剪不单单是为了好看 更重要的是透光 通风 枝叶过密 遮挡太多会跳枝 我用过红土 黑土 砂土 分别种过这种群子 无论什么土 只要绿水够好 长势都不错 说明对土的适应性比较好 今天给它换个浅盆 用的是吃鱼土 让它吃好一点 顶枝稍微往下压一点 让灌服腾出更多的空间 因为刚换盆 枝叶多减掉一些 减少消耗水分和营养 这颗群子在造型方面 只做了一点点角度的调整 我想主要靠修剪让它成型 最后铺上青苔就更好看了 第一次在挂果期换盆 不知道对果子有没有太大的影响 请你给我留言 点赞 我是李向路 我们明天再见